我爸爸这一辈子对我们的照顾 是真的真的非常用力 这辈子他最担心我 他也怕我过得不好 侯昌明内别失智王妇 重心有致癌松暖 习一鞠躬礼 习仁侯昌明 11号在台北第二兵营馆 举行87岁附近的告别式 22年来 侯爸爸因失智长期握病灾床 上月14号因血压急速下降 撒手离世 其实我一直以为我心理已经建设好 因为爸爸在走的那前几天 其实我每天掉眼泪 然后去临堂我坐捷运去 我在捷运上也会止不住眼泪 过几天我也告诉爸爸 你不会希望看到孩子是每天在悲痛 所以我说我们该做的工作 我们照常做 该要过的日子我们照常过 他以前就一直觉得说 因为他是个公务员 他以前就一直觉得说 我走演艺圈会不会饿死自己 这是一个震荡的行业吗 整天就问我说 你钱够用吗 你下巴怎么又尖了 为了不让侯爸爸担心 侯昌明演艺圈好友纷纷前来送最后一程 其实我觉得我们来就要让他知道说 其实他们因为是有 大家都会陪在他身边 然后我希望他爸爸防范线 爱艺圈好友纷 都会陪着他们一样 还有人家 人生就是一个学习 后来我就决定用他毕业了 人生毕业了